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赵小乔终于受孕成功,图,摘自脸书,41岁的赵小乔,与老公刘亮佐,豆哥,结婚三四年以来,一直尝试怀孕,人工受孕过程辛苦, 一月中出席记者会时,才说,若今年,再不成功就要放弃,没想到19日,就宣布好消息,至所有一路,以来关心我的朋友们,谢谢你们,很开心,可以和大家说,我怀孕了,赵小乔,分享一路以来的过程,一年多做试管的过程,我身边的人,包括我老公豆哥以及最希望,有弟弟莫妹的子泉,到最后都不忍心,看我打那么多针,吃那么多药, 身体那么不舒服,他们都希望,我放弃,也一直告诉我,已经有一个,那么棒的子泉了,其实也不需要,再一个小宝宝,但是过了40岁的我,越来越清楚自己生命中,最重要的是,所以即便我有两年为了调理身体不喷香水,不染头发,调整作息,甚至刻意推掉,我热爱的戏剧演出,也不积极参与,影视工作, 但我还是没有,遗憾地努力到现在,我只能说,这一路以来,真的非常辛苦,也完全能体会,非常多和我有一样的状况,想要有宝宝的,妈妈们的身心状态,我真的忠心地祝福每一个,想成为妈妈的女性朋友,在不久的将来,都能够有最好的结果。 赵小乔,继续表示,这一年多的求子录,我经历了一次,人工受孕,两次试管失败,他们常说我是勇气妈咪,但我必须说,我的勇气来自于所有人,对我的关心与支持,不管是家人,朋友,粉丝,医生和医护人员,是大家一点一滴的温暖,累积出我的勇气,能够顺利怀孕,我真的真的非常开心,但是我更希望,能够把这样的幸运, 与喜悦分享给,正在求子录上,努力的女性朋友们,希望每一位,在求子录上的勇气妈咪们,都能够有最好的结果。 赵小乔,宣布怀孕喜许,除,摘字脸书,and,她走了她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